Double Dating 蛤?你猛我男朋友怎麼辦? 蛤?就沒有煩惱了 卡 刷 下 起 超愛你的啊 小禎姐姐我們這邊有一些閨蜜想要問你啊 就是老公不喜歡閨蜜 但閨蜜一直要Double Dating 要怎麼拒絕? 老公不喜歡閨蜜 然後閨蜜一直要Double Dating 神經勇為什麼要一直跟人家Double Dating 還是閨蜜喜歡老公? 欸? 我覺得你就換老公好了 網友TT問說 想快點走出六年被分手的痛苦 請問小禎姐姐有什麼方法? 六年了你還走不出來 是她有特別哪一方面讓你很想念 TT來健身房 我讓你六分鐘就忘記痛苦 網友Every問說 要怎麼自己來啊? 柯瑜 你看網友我問你問題啊 你怎麼自己來啊? 我們都自己來 都什麼事都自己來啊 沒有網友是問你怎麼自己來啊 你怎麼沒有帶朋友來自己來 你怎麼沒有帶朋友來自己來 你要想去哪裡啊? 所以網友你是問你怎麼自己來 你在講生笑呢? 下一題網友都拿問說 跟很愛情緒勒索的媽媽又吵架了 快一個月沒有聯繫 我該怎麼做 我覺得媽媽就是媽媽啊 你怎麼跟她冷戰她還是 而且我認為啦 我覺得親情這種東西啊 就是抹滅不了的 然後你現在跟她沒有聯絡一個月 就是如果哪一天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 你會很後悔 少那一個月跟媽媽相處 所以我覺得算了啦 老的那些人就是越老越煩惱就算了啦 網友Tiffany問說 媽媽不喜歡男朋友怎麼辦? 哎 阿母啊 不是你要嫁啊 你衝啊 人家小兩口真是開開心心的 而且她一定要經歷過這一段 才會知道媽媽講的是對的啊 網友Sally問說啊 女人結婚一定要生小孩 才算體驗人生百態嗎? 沒有自信能把孩子交得很好呢 我覺得沒有人天生知道怎麼當媽媽 但是小孩生出來那一刻 你就知道怎麼當媽媽了 我問過所有的朋友 就有生小孩的 她會不會後悔生小孩 沒有一個說有後悔生小孩 但每一個都後悔結婚 所以生小孩真的我覺得 不是太大的困難啦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給大家 自己太大的壓力 網友AMAN問說 生完小孩之後 老公眼中只有兒子 我像是被打入人工 請小禎姐姐建議我 該怎麼調適我的心情 就去找另外一個人生小孩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我覺得很好啊 你看你老公 跟兒子關係這麼好 怎麼會覺得你自己被打入人工 不是輕鬆很多嗎 你就可以很多時間去做自己的事情啊 可是她在照顧小孩 好像也是她在照顧 不是老公在照顧 蛤? 海扁一頓啊 一邊是你最愛的人 一邊是你製造出來的人 一邊是你製造出來的人 我覺得兩個人感情很好 是很好的事情 網友WiWi問說 如何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不想因為自卑錯過很多事情 我覺得你的任何的情緒有狀況 都是應該找到源頭 為何你會自卑 然後呢 把這個事情放大解決掉 我覺得你的自卑感就會不見 網友XXX問說 沒有男朋友怎麼辦 你問我男朋友怎麼辦 你又一直 就交一個啊 怎麼了 而且沒有男朋友很好啊 我今天在那個 FB上面才看到說 人生一定要結一次婚 這樣你才會知道 一個人的時候有多快樂 網友HCW問說 我是同志 跟男友穩定交往中 想跟爸媽出櫃 那小禎姐姐建議我該怎麼做 對父母的衝擊才不會那麼大 蛤? 我身邊也有這樣的朋友 就是她的父母心是完全無法接受 所以她就 為了她的父母親安好 就一直隱瞞下去 我覺得你可以 先用試探的口吻 問問看父母親 對於這樣的事情 他們的接受程度到哪裡 我覺得你再來做後續的打算 會比較好 好 最後一題 網友EmmaXXX問說 你愛我嗎 這不我女兒嗎 你在胡鬧什麼啊 不是上課你又怎麼演啊 孩子 傻瓜 超愛你的啊 小孩子啊 我以前在還沒生小孩之前就很怕 小孩以後有什麼心事啊 又或是她 整個成長過程當中有什麼 辛苦的地方 她會不敢跟我說 或是她無法跟我分享 可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Emma什麼事情都跟我分享 這是讓我比較驕傲的 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你們來到健身房找我 然後也希望有一些問題 真正能夠回答到你們的心態裡 有幫助到你們 雖然有一些真的是胡說八道的亂回答 很開心跟大家互動 甩起來 來健身 來運動 這沒有煩惱嗎 去健身房的時候啊 是不是有碰到一些很討厭的人 就是一直站著器材 然後呢 坐在那邊 一直刷手機 你們家是不可以啊 還是你在那邊接WiFi 討厭到什麼程度呢 我就自己開了一家健身房 在這健身房裡面呢 是不是 我自己的主場 想幹嘛 就幹嘛 轉個圈 放假花 都沒有會理你喔